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呢会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教育局取消境外通过网课学系的学位 对在加拿大中学生的一些影响 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则关于调整疫情期间 对跨境远程文凭证书特殊认胜规定的公告的这个整个的解读的意思是什么 能不能请Eva帮我们解读一下呢 好 WOW TV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吉祥留学生服务中心的创始人 我叫Eva徐元秋 这次呢受邀WOW TV的这个活在五点的节目 主要是为了我们在加拿大的广大中国留学生解读一则 在今年1月28号官方新出来的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发布的一则公告叫做关于调整疫情期间 对跨境远程文凭证书特殊认证规则的公告 也就是说让在中国上海外网课的学生要注意了 因为从1月28号开始呢 中国的教育部将取消对在是经过网课而获得的海外学历的一个认证 这样的一个公告 所以就是说今年1月2月入学的学生 如果还是在选择远程网课来完成学业的话 那么他们的这个将要获得的文凭证书将不会被中国教育部认证 那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的教育部呢 也是为了防止类似于 只要我花钱我都不用出国 就能够买到海外学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继续发生 所以呢希望教育部也说 希望留学生呢能够真实的对待自己的学习状况 真正能去体验国外的分土人情 以及国外的高等教育的真实的一个学习模式 那我今天呢就想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则公告的这个原文的意思 第一点呢 首先呢要明确 咱们中国的教育认证的法律是明确规定 如果你是跨境的远程的完成了海外的学历 这样的证书和文凭呢 是不被我们中国教育部认证的 举例来说 像加拿大有一个叫做Yorkville的大学 它是一个公益大学 它在温哥华多伦多和那个哈法 它都有分校 它这个学校呢有一个BBA 商科的本科学位 说实话之前也有中国学生 通过我想申请这个学校 然后呢它是全在线的一个本科学位 它也对本地人开放 也对国际学生开放 它是加拿大是允许国际学生申请的 但是呢经过我的一番那个research 就是调研呢我发现 像这样的这个学历呢 在中国的教育部是不能被认证的这个学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万一有学生会问我说 那如果我来加拿大上这个100%的网课 那可以 那这个学历可以被认证吗 那我的回答就是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问题 因为纯网课的专业根本就申请不到学前 你也不能过来读书 所以大家就死心 然后这个公告的下一个点呢就是说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呢 中国教育局留学部呢 确实是有一个开源 就是让被迫在疫情期间 远程上网课完成学位的这个学历 获得认证 但是呢考虑到目前 现在留学的国家都已经开放了线下 就是我们说的课堂上课 然后呢为了保障留学 留学生的这个利益和维护的教育的公平性 所以呢中国教育局留学 留学服务中心才有了这么一个公告 有这么一个决定 就是决定取消 在疫情期间 这个做了这种特殊认证 就决定要停止了 就说如果你1月28号之后 还在上网课的话 你的学历就将不能得到认证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他提到一个对这样的一个公告 比较这个取消的这个情况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的一个处理 比方说 你比方说就是说 如果是学生已经无法改变 这个线 就是无法改变 就是无法保证能够及时的入课堂学习的话 如果你能够提供证明 就是教育部呢也会做一个个案的处理 那我这边举一些例子 就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还是可以获得认证 简单来说 就是你实在是学生没有办法 比如说像乌克兰俄罗斯在战争 那么很多在俄罗斯读书的海外留学生呢 是可以得到认证的 还有就是在这条公告出来之前 已经选择了线上上课 而且无法更改的情况下 那你的这个学历还是能够得到认证 然后第三种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公告以后 你改成了去课堂上课 但是发现课堂上课的名额已经满了 你报不上了 那么这种情况 那么你的学历还是可以被教育局认证 但是你的条件就是 你一定要留存好学校出具的相关证明 能证明你已经在尽力做到安时返校 参加课堂学习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留好 学校给予你的那种相关证明 然后呢在你申请教育局认证的时候呢 一并提交 这样就可以更顺利的通过这个学历的认证 谢谢 好的谢谢 伊娃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那么我们想要知道还有一点有叫这个中国教育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 它具体是什么呢 OK 所以有些留学生说 为什么我们在国外得到了这个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之后 为什么还要在中国的这个留学 中国的教育局留学服务中心去获得认证呢 那这里就是我给大家普及几个在中国做学历认证的一些知识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海外学历拿到以后在中国还要做认证呢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跟外国教育体系是不同的 不论你是读的是美国的哈佛还是耶鲁 还是英国的牛津剑桥 在这些英语国家里面呢 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呢 往往就只有一个证 就是一个单证 就是单独的单 就是只有一个学位证 但是没有学历证 但是呢 在中国的教育系统里面呢 是双证 中国的教育部呢 是为了鉴别海外文凭的真实其有效性 并把海外的文凭要统一标准 所以说要对海外的学历进行认证之后 那才会就是说 等于说留学生也获得了 国内教育部认证的一个双证这样子 所以简而言之呢 就是只要 只有经过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之后 留学院校颁给你的证书和文凭 才在中国是有效的 好的 谢谢伊万给我们的介绍 那么在最后呢 为这个中国教育部目前给予认证和不给予的认证学历 有哪些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 好没问题 那么就是有一些想出国留学啊 进修的人呢 这些东西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现在教育部哪些学历是认真的 哪些学历是不给予认真的 对吧 省得大家就是白留学一套 这里呢 其实目前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是给下面五种学历给予认证 第一种就是比较正常的就是在海外 国外的大学 那个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 或者是高等教育文凭 就包括在加拿大的话 有大专有大专的这个两年制三年制大专 加拿大的本科有三年制四年制的本科 还有我们的这个研究生文凭 这个研究生文凭的学历呢 虽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在海外还是存在还是有的 那这些正规的学历就不用说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在中国有一些 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 像英国的一些 还有加拿大的一些 像加拿大的百年理工 在咱们中国的苏州 就是有联合办学的 它是把一个分校开在中国 那这样的这种毕业的学历呢 在中国也是可以得到认真的 那还有接下来的三种就是 分别是在台湾地区 中国澳门和香港 这些学校 这种高等教育机构 办法的学历也是可以获得 在中国大陆的教育部的认证的 那现在就是说 有七种情况 有七种学历 是不能被中国的教育部认真的 那第一种就是 如果你是参加一个外语培训 哪怕你是在加拿大 参加一个语言学校培训的 那这种语言学历呢 就是这种毕业证呢 在中国是不会被认真的 第二种就是 从中国到国外去参加进修 或者是有一些访问学者 这样只是他是做一些研究 那这样的这种研究证明呢 也不能够做这个学历认证 那第三种就是 可能刘卉生也知道 我们这边有一些 大学的这种双录取 就是先就给你两个录取信 一个是语言录取 外加一个当你语言通过以后的 一个学校的这个专业课录取 那如果你只是读完了 这个大学里面的英语 预科的话 就算是你拿到这个大学的 这个预科的这个 语言的这个毕业性的话 这样的学历 在中国也是不能够被认真的 不认可的 还有第四种就是 在国外就是非高等教育 比方说你是读了一个 高中对吧 那国外的高中在中国 是没有办法被认可的 还有就是跟学习无关的一些 比如说你在这边 考了个营养师证 那这种这种证书 在中国也是没有办法被认可的 还有就是当你是 是通过违法手段 违规的获取的国外学历 他在认证的这个过程中 发现了你是通过违法 或违规的方式获取的 那这个学历也是不能被认真的 然后第六个不能被认真的 就是跟我们现在留学生有关的 就是关于跨境远程 获得的学历 就是说你是在中国完成的 一个在线的学历 这种就是不被认可的 但是这一条呢 是在疫情期间 就是说是被特殊的处理了 就是说就认可了 但是呢现在因为疫情 已经基本上是结束了 所以他把这一条 又回归到原来的这个规定了 就是还是不被认真的 那最后一条的就是 你在国外获得的各种职业诊书 比方说我们要考牌照呀 或者是如果你要做修理工作 要做护理工作 那这样的这种就业 就业资格证书 在中国也是不被教育不认可的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伊法今天给我们分析了 这个很全面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如果要回国的话呢 回国发展的话呢 认证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些证书呢 也有所了解 那么有问题呢 可以询问伊法她的联系方式呢 在我们屏幕的下方 谢谢伊法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好 谢谢伊法 谢谢面里 谢谢面里 谢谢WOWT的邀请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是晚上了吗 请